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 创世纪第十章 一到三十二节 这是一大堆的人名 那我们要花一点时间 来把它读完 那么我们也在理解 圣经里面 这个讲述第十章 它的信息 那昨天我们提到 挪亚死了 那接下来就是他三个儿子 挪亚的儿子 陕、韩、亚、福的后代记在下面 洪水以后 他们都生了儿子 这还是在呼应第九章第一节 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 对他们说 你们要生养众多 变满了地 当时候人并不多 所以上帝有一个特别的使命 托福给他们 生养众多 变满全地 变满了地 那在这件事情上面 因为神特别的呼召 所以神有特别的祝福 那这里就讲 上帝的应许 又再次应验 他们的孩子呢 都生了儿子 那接下来是亚福的后代 亚福的儿子是 哥面 玛各 雅代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一个名单 它基本上不是人民 这里总共有70个名字 这些名字呢 基本上不是个人的名字 它包含了三个部分 一个是民族 一个是国家 一个是城市 比如说 耶布斯人 它就不会是一个人的名字 它是一个民族 比如说这个马代 马代它就是一个国家 波斯马代对不对 或者说西顿 这个就是城市 它是后来 学者认为 很可能就是西班牙的一朝 所以这里的名字 它要表达是说 山 韩 亚福 他们的后代 人口越来越多 然后分散在不同的城市 他们成为不同民族的人 慢慢我们会看到 这个版图 我会在讲解 下面附上这个地图 这个地图上就标示了 这些名字 大部分的名字 有些学者不太清楚 指的是哪里 不过我们可以大概的 这样区分 在昨天我已经有提到 这个亚福的后代 比较是在欧洲 那韩的后代 比较是非洲 那有一部分 特别是迦南的后代 就是在巴勒斯坦 就是迦南地 这块地方 那陕的后代 它就是包含 整个米索波达米 巴勒斯坦跟阿拉伯半岛 主要的部分 我们进到第二节 亚福的儿子 是戈灭 雅各 马代 亚丸 土巴 米舍 提拉 这个都可以参考 我们所附的地图 你找一下 大概就可以比较清楚 我们就没有一个一个解释了 没有一个一个去讲 他应当是在哪个位置 戈灭的儿子是 亚什基拿 利法 陀加玛 亚丸的儿子是 以利沙 他施 基提 多丹 这些人的后裔 将各国的地图 海岛 分开居住 各随各的方言 宗族立国 那这里有特别强调海岛 因为在亚福的后代里面 有一些人 他是在海岛 韩的后代呢 韩的儿子是古石 古石就是先进一所批 麦西指的是埃及 上下埃及 福 迦南 所以迦南是小儿子 古石的儿子是西巴 哈菲拉 萨弗他 拉玛 萨弗提迦 拉玛的儿子是士巴 迪旦 古石又生凌路 这里特别 等于是附助 有一个人 叫做宁路 他为世上英雄之首 英雄应当做勇士 之首 这个手 不是说 所有英雄的首领 而是指 第一个勇士 那为什么是第一个勇士呢 他 第九节说明 他在耶和华面前 是个英雄的猎户 提到呢 因为上帝祝福他 耶和华面前指的是上帝 有神的帮助了 他成为一个英雄的猎户 猎户就是猎人 所以这个宁路 他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猎人 所以俗话说 像宁路在耶和华面前 是个英雄的猎户 所以因为宁路那么厉害 变成有一句他们的俗话 哇你好厉害哦 像宁路在耶和华面前 是个英雄的猎户 这种表达方式 来形容人的这个英雄 他国的起头是 这个他指的是宁路了 巴别 以利 雅甲 甲尼 都在士拿地 这个附路为什么 特别把宁路讲出来呢 因为这个士拿地 我们偷翻一下 十一章的第二节 那里提到士拿地 士拿地在哪里呢 是在两河流域 比较下游的地方 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 在士拿地 遇见一片平原 就住在那里 那十一章他们要干嘛呢 他们要在那里 盖造这个巴别塔 所以这个宁路 也有可能跟巴别塔的 盖造有点关系 这个宁路很厉害 那他本来是在 巴别 以利 雅甲 甲尼 这个巴别 后来就是巴比伦 的这个位置 那他就从 那地出来 往亚述去 亚述是比较在北边 在两河流域的北边 这个建造尼尼维 利和伯 加拉 和尼尼维加拉中间的 利先 这就是那大城 我们不晓得 他为什么又补充说 这就是那大城 所以很可能 那时候的人 他们知道 有一个名词 叫做大城 可是呢 我们不清楚 这个指的是 这三座城哪一座 是尼尼维呢 加拉呢 还是利先 所以翻译上 就有不同的翻译 很可能是尼尼维 因为约拿书里面 提到尼尼维大城 但是从这个文法上 比较可能是指加拉 但是有别的译本 看起来指的就是利先 但无论如何 这里面有一座大城 迈西深陆迪人 亚拿米人 利哈比人 拿弗士西人 帕斯鲁系人 加斯陆西人 感觉念起来都有点像 对不对 加斐托人 从加斐托出来的 有非利式人 加斐托是一个岛 加南生长子西顿 又生赫 和耶布斯人 这个指的又是城市 又是民族 对不对 亚摩利人 耶布斯人 亚摩利人 我们就有点熟悉了 我们在过去读旧约的时候 就读到加南里面 有七族原住民 对不对 格加萨人 西卫人 雅基人 西尼人 亚瓦底人 喜马利人 哈马人 这些都在我们 所附的地图上 都有标明 主要就是在 加南地附近 从西顿一直到下来 后来加南的诸族分散了 这里很可能指的就是 巴比塔事件之后 就都分散了 加南的境界 是从西顿向 基拉尔的路上 直到加萨 又向索多玛 俄摩拉 亚马 西扁的路上 直到拉萨 所以我们对这些地名 就比较清楚 对不对 从西顿 一直到加萨 甚至延伸到 索多玛 俄摩拉 这就是汉的后裔 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 所住的地土 邦国 散的后代 亚弗的哥哥 散是西伯子孙之主 他也生了儿子 这个散是西伯子孙之主 就是后来的亚伯兰 西伯来人 就是西伯子孙 散的儿子是 以兰 亚树 这个是国家的名字 对不对 亚法萨 路德 亚兰 亚兰的儿子是 乌斯 忽勒 基铁 马斯 亚法萨 生 沙拉 沙拉生 西伯 西伯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名叫法勒 因为那时 人就分地居住 法勒的兄弟 名叫约滩 约滩生 亚摩达 沙列 哈萨 马非 耶拉 哈多兰 乌萨 德拉 尔巴路 亚比玛利 士巴 阿斐 哈斐拉 约巴 这都是约滩的儿子 他们所住的地方 从米沙 直到西伯 东边的山 这个 也会放在 地图里面 就比较知道是哪里 这里先介绍约滩 是因为 到十一章后面 就会去 更深入的去介绍法勒了 在十一章十八节 法勒活到三十岁 生了拉乌 那么 拉乌生西路 西路生拿赫 拿赫生他拉 他拉就生了亚伯兰 拿赫哈兰 所以到后面才会去介绍 因为重点要引出十二章的 亚伯兰 那这里要就先交代完 约滩了 那三十一节 这就是陕的子孙 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 所住的地土邦国 这都是挪亚 三个儿子的宗族 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 洪水以后 他们在地上 分为邦国 挪亚的三个儿子 后来慢慢慢慢 人口变多了 就形成宗族了 形成国家了 形成民族了 那人多了 就会往外开始扩散 那这当然也是上帝原本的祝福 生养众多 可是神的计划其实到这里还并不算完整 我们说上帝本来的心意是敬虔的后代 从挪亚 昨天我们看到那个挪亚的妇孺 我们对人类的历史 会感受上面又有一层乌云 对不对 也就是说 罪还在人类的身上 那个挪亚就死了 表明罪的权势 罪的影响还在人类的身上 而当人类 这个大量的扩散的时候 而不是原本设计的 敬虔的后代 变满地面的时候 我们也隐约感受到 仿佛 这个又有事情要发生 因为为什么要用大洪水呢 人所思所想尽是罪恶 所以上帝才要用洪水来毁灭 现在你会感受到又是一个气势 这一群被最挟制的人类 分散到各地建立邦国 分散到这个世界各个角落去 你会感受到 似乎又有一些事情要发生 对不对 果然到了十一章 他们就骄傲了 要该找巴别塔 那因为今天的进度 只有这些名字 所以我们还是要来看 这一长串的名单 新约的作者 特别保罗 怎么看这一件事情 在《使徒行传》17章26节 保罗怎么看这些名字呢 他说 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住在全地上 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 和所住的将界 上帝从一本 就是从一个根源 造出万族的人 原本从亚当 后来洪水之后 透过挪亚一家 造出万族的人 住在全地上 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 和所住的将界 27节说 要叫他们寻求神 保罗的意思是什么 保罗的意思是说 创世纪第十章这些名单 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个世界上 世人 其实是从同一个来源来的 你往上推 推到最后就是挪亚 你再往上推就是亚当 再往上推就是什么 就是上帝 所以信靠上帝 敬拜上帝 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生活动作存留 都在乎他 我们是从神所生的 回到神的面前 那是最自然 最根本不过的事情 求神帮助我们 不是我们看见 我们跟不同 这个国家 不同民族的人 得那些差异 而是看见 原来 我们都是从上帝而来 以至于 万国万民的人 应当在回到上帝的面前 要来敬拜他 求神也帮助我们 做神的儿女 我们能够透过 第十章 明白神的心意 能够把这个福音 传给万国万民的人 一同来敬拜他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心中充满了敬畏 原来我们都是 从你而来 求主你是恩 我们过去不认识你 你借着各样的环境 透过不同的弟兄姐妹 向我们见证你的真实 以至于我们今天 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明白过来 原来我们早该来敬拜你 原来我们早该来侍奉你 主啊还有很多的人 不认识你 他们以为自己 可以过好自己的生活 他们不知道 生命的源头在于你 求主你帮助我们 透过今天的经文 也提醒我们 不单单知道 我们本来就源于你 我们本来就应当属于你 更是知道 我们要积极的 向我们身边的灵色 传福音 知道这些 还不认识你的百姓 也源于你 也属于你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